原标题 他的父亲看见木兰愁眉苦脸的 于是就前去询问 木兰说 可还要去打仗 要召集士兵 每户人家要去一个身强体壮的男子 自己家只有父亲和弟弟是男人 父亲老了 弟弟又太小 于是木兰想自己去试试 于是木兰到处找上前线用的东西 收拾好后 就告别父亲和母亲 在前线上木兰打碎了许多敌人 最终他们胜利了 而特汗十分器重木兰 赏赐了木兰许多银子 又想叫木兰留下来做官 可木兰一心想回家 十年了 木兰急切地想回到家乡 于是 要那一匹心里马和几个战士的好友 一起回到了家乡 大家听说木兰回来了 都出来迎接他 木兰的父亲和母亲 跟你到了城外来迎接他 木兰 兰迪姐姐听说木兰回来了 在家里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亮亮的 他弟弟弟听说姐姐要回来了 磨了刀去杀猪和羊 来迎接姐姐的到来 木兰回到了家 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坐在了自己的床上 脱下了战士的盔甲 换上了自己以前的衣服 盘起了头发 盘起了头发 查了胭脂 贴了花黄 揍了出来 他的战士好友看见了 十分惊慌 和木兰打了十年的仗 竟然不知道他是一个女儿身 木兰说 把兔子的耳朵提起来 雄兔的脚会往后蹬 雌兔的眼睛会不时的长着 如果两只兔子都在地下跑 怎么会变得出哪只是雄哪只是雌的呢 第二位 为父报仇是军旅四明据史书记载 公元1735年8月20日 雍正皇帝还在处理政务 晚上得悲 四日凌晨死亡 由于死亡非常突然 于是在官场 在民间 便产生了种种猜想和传说 民间流传最广的 就是屡四年报仇 萧取了雍正首级 雍正年间 五 南秀才曾敬因不满亲情统治 上书陕西总督岳中 其岳飞的后裔策动反清 事后 雍正就此事大作文章 对岸半言家审讯 广似株联 由此引出浙江文士 吕刘良文字遇案 曾经等人锅铛入狱 后被满门抄斩 吕刘良一家也未能幸免 吕刘良之孙女 吕四娘 因在安徽乳娘家中 幸免遇难 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 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 惨遭杀害 悲愤填英 当即刺破手指 血书不下用症 此不明目八个大字 于是 知深北上京城 决心替全家报仇 途中 巧逢高森干凤池 四娘拜之为师 干受吕四娘飞檐走壁 即刀剑武夷 之后 吕四娘辗转进京 设计潜入乾清宫 刺杀雍正 削下头颅 提手急而去 民间又盛传雍正大葬时 只得以金筑头戴之 葬于河北省益州太陵地宫 第三位 最传奇的美女诗人 于玄机于玄机自策倾国 天性聪慧 才思敏捷 好读书 习蜀文 约 十岁 与著名诗人 此人温婷云相识 并吟诗作对 他出家后 对礼义却还一望情深 写下许多怀念他的诗 于玄机孤灵一身 他无可奈何地发出 一求无嫁宝 难得有新郎的痛苦 而又绝望的心声 据记载 后因打死婢女绿翘 未经照以温章判杀 古代女人毫无地位 常被男人随意冷落抛弃 所以 古代女人每多有对男人之无情的不满和哀叹 于玄机早早便嫁给李毅为妾 原先是那里的宠爱 后李因其妻之谗言 而将玄机冷落 玄机此时写他对李毅之无情的怨恨 即使是在五家的金银财宝 也都容易求到 人世间所最难得到的 是那真正有情的男子啊 女人的一生 最重要的追求是爱情 而世间所最难得到的 是那真正有情的人 第四位 让他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陈圆圆重真末年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威震朝廷 重真帝日夜不安 外溪家定伯州魁律给帝寻求角色美女 以疏解皇帝的忧虑之心 遂宜贤妃的哥哥填满下江南密宴 填满寻得陈圆圆后 被其姿色最米 最私下占为己有 不久 李自成的队伍逼近京师 重真帝及赵吴三贵镇山海关 填满对农民起义军整日忧心惶惶 便设圣言为吴三贵践行 元元帅哥对近倾堂表演 吴三贵见元元后 神识心荡 高兴地搂着元元陪酒 九过三巡警报突起 填满恐慌地上前对吴约 扣致江若和 吴三贵说 能以元元见证 吴首先保护军家无恙 未等天晚回答 吴三贵即待元元败死 吴三贵在吉都李玉营的父亲劝说下 将元元留在京城府中 以防同行招惹 是非让皇帝知道 李自成打进北京后 吴三贵的父亲投降了起义军 陈元元被李之部下所略 当吴三贵答应投降李自成时 文元元已被李之部将所占 冲过大怒 高叫大丈夫不能自保其事和声为 遂投降了亲军与农民军开战 这就 是吴梅村在元元曲中所曰 痛哭六军聚高速 冲冠一路为红颜 李自成战败后 将吴之父及家中三十八口全部杀死 然后弃经书走 吴三贵抱着杀父夺妻之仇 昼夜追杀农民军到山西 此时 吴的部将在京城搜寻到陈元元 飞骑传颂 自引吴三贵带着陈元元由秦入蜀 然后独占云南 顺之中 吴是禁决云南王 欲将元元立为正非 元元脱故辞退 吴三贵别去 不想索取正非撼度 对吴的爱基多加陷害冤杀 元元遂独居别怨 元元失宠后 对吴渐渐离心 吴曾阴谋杀他 元元得及后 遂起削发维尼 从此 在五华山华国四场摘秀夫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